今天就是要講一些受害者的事情 那這什麼叫受害者 有兩層定義 第一個是說 有人被報道的時候 他是受害者 這個人數會比較少 那不然就是像我就是看到假新聞被誤導的 我是受害者 那我相信其實在座在場各位也是會當受害者 那我們就現在有三個人 那除了我之外 這兩個前端 雖然人手事實上是還不夠的 看緣分 那今天看有沒有找到的 那一位是前端 一位是 這兩位都是前端 然後一位是假新聞的受害者 膽死人 然後另外一位是現在正在維護了一個火服的新聞小伴手的外掛 那我們這個專案也是用外掛的 那有一個比較細節的概念整理的話 那我已經放在網路上了 大家可以再看 所以提案就是多幾次 那我們的問題就是說 就是有四個問題 例如說狗廢火車的問題 或者是說有些看到一些內容農產 然後符合它的政治的判斷 然後就一起上發 是這樣的觀念 然後最重要的是第三點 那重點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阻止品質不良的這種生產線去生產 這個問題 這問題比較大 如果說我們在網通廠的話 我們可以 問題沒有解決之前 就停止生產 把問題解決好了 再繼續製造 沒辦法 那我們現在就是講說目標是什麼 就是說現在是媒體素養 講的是我們自己的素養 不是講媒體工作者的素養 我們看新聞說要素養 那我最下面就講說 我們其實這個任務 我們有個任務就是說 我們以後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只要看到新聞 我們可以馬上可以知道 這個新聞它到底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就是又有解釋 它的毛病 我們可能看起來怪怪的 但是不知道怪怪怪在哪邊 我們可以同時馬上可以看得到 甚至可以有個評分的資料庫 同時顯示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好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缺的就是說 需要一些專業人士 像後端的人 還有架設網站 還有一些設計師 那之後這種系統如果架好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個整理文書的工作 就是說這個 就算不會寫程式的人 我們也需要一些跟文書工作的人有關 那我們現在就是外掛的話 簡單說就是 就是 以後看到新聞晚頁 那就會跳出一個評價 那大家其實每個人都可以留言 你可以馬上看到大家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我們比較好 還有時間嗎 好 結束了 算了 好的 我們今天都在現場 受害者都在 所以就可以找我們來聊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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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